赵长河此前确实受了剑狱压制, 但他发现身后眼不受影响的时候就开始暗中破解了。 身后眼是瞎子赠语, 其级别可以无视这个剑狱, 不管瞎子是不是乱世书灵, 天书的级别只可能比身后眼更高, 同样可以无视这个剑狱。 剑狱的笼罩不是针对人的, 天书在怀中同样会受剑狱侵袭, 既然天书被抹一脸都要傲娇, 那被剑狱强暴了难道没点抵抗意识? 赵长河尝试输入真气到怀中金箔, 果然首次有了一种沟通的感觉。 金箔隐隐地传来一种极为浩瀚的意志, 大致意思是说, 所谓领域无非也是武学的一种应用, 把它解析了就等于破解了一个招式一样, 区区剑狱牛逼个锤子, 竟敢压迫我。 哦,你太菜了, 解析了也看不见, 但你有身后眼。 身后眼与金箔互相硬核, 落在赵长河眼中, 这个空间就像被解构了一样, 如同看到梦空间之类的电影, 眼前的东西被数据化了。 能清晰地看到能量的流动, 渐气的运转, 就连一种隐隐约约的意 似乎都实体化了似的, 只是实在看不懂, 武学理解差距太大了。 但这就已经够了, 人不懂水的时候, 入水只会被溺死, 当你懂了, 反而能利用水的力量。 剑狱不但没了压制, 它一刀劈出 反而能顺着剑狱能量结合运作, 发挥出比正常还强的力量。 可赵长河没有表现出来, 依然一副受了压制 很吃力的样子。 身后眼观察之下, 思思的神情一直很怪, 永远不要忘记 与思思初始的交集 就是想控制自己, 不要以为最近这点小交情 真就是朋友。 暗黑显地, 防人之心不可无。 只不过没想到, 他的计划从昨夜就开始了。 哐! 赵长河一肚子闷气, 尽数发泄在眼前的剑位身上, 刀剑狂暴交击, 似有能量波纹向四周荡开, 八方风卷。 被唐婉装一剑刺伤的剑位, 早就没有了刚出来时的惊人剑意, 但力量依然极其强悍, 赵长河被震开竖杖, 一路后滑, 鞋底在地上拖出了长长的印记。 肩膀和面颊一阵刺痛, 竟是刚才这一交集, 对方剑气一散擦过的结果。 太强了, 不知千万载的力量消磨, 又被唐婉装刺伤搏梗, 周围一群人勇剑阵还在围攻, 剑位百忙之中勉强回这一剑 居然还能有这么强的力量, 若是当年全胜时, 他该是什么实力? 这还只是丝丝口中的刺激守卫。 这都不是问题, 最大的问题是赵长河看得出来, 唐婉装不敢杀这个剑位, 否则以他之强, 就算被剑欲压制力量, 可刚才那一剑都砍脖子上了, 案里就该能秒了剑位才对, 可他只是在做限制削弱。 他怕杀了剑位会触怒皇陵, 一切变得不可收拾, 这就是好人总要在坏人面前吃亏的缘故吧, 顾虑太多, 束手束脚。 可这剑位尸变身躯硬如钢铁, 常规的方式已经无法做到不杀他的情况下击败限制了, 只能慢慢磨,将他的力量耗尽, 重新沉眠。 丝丝早想明白这些了吧, 他要的就是大家拖着, 此时去取所谓剑印, 简直是在白剑。 剑印位置并不算远, 这边纠缠了这一阵子, 丝丝已经取到了剑印, 再度折回。 当赵长河一刀斜斩, 架开了剑位一剑, 唐婉庄再度刺在剑位前胸, 春水缭绕, 剑气束缚, 竟将剑位捆在了原地。 无数人用围上, 把剑位死死摁在那里。 下一刻, 赵长河唐婉仿佛约好似的, 刀剑齐转, 齐刷刷冲着通道尽头的丝丝砍了过去。 丝丝叹了口气, 忽然举起了剑印。 刷刷刷, 仿佛应和帝皇之命, 左右飞奔出无数人勇, 把通道口堵了个严严实实。 不仅如此, 后面那些摁着剑位的人勇也涌了过来, 把后方也堵住了。 丝丝躲在人勇背后叹气, 剑皇没被触怒复苏, 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你们要破这些人勇杀出去不难, 没什么危险了, 我也另立道路离开, 大家再不相见。 是不是一定要此时破阵出来追杀我, 不死不休? 赵长和冷冷道, 这就是你算计我们的理由, 为了一个剑印。 知道这剑印是什么吗? 丝丝叹了口气, 除了核心绝学之外, 剑皇的大部分剑法精益都汇聚于此了, 差不多可以算得上天下剑法总纲。 赵长和道, 你在自欺欺人个啥呢? 这里依然不是主墓, 只是外围, 哪有这么好的东西放这里? 上个纪元的人, 我比你懂, 他死前也无法确知自己能不能复生, 不愿意自己的船程断绝, 总会在外面比较简单的地方留下有缘之船。 只要通过剑奴的考验, 获得剑印, 那就是他的剑道传人了。 只是真正的核心绝学不会这么草率, 需要继续吃透剑印所传, 将来继续往里面探, 通过各种考核, 才能真正成为剑皇传人。 赵长和想起青龙印, 心知思思所言不假, 那些人搞传承确实比较简单, 主要看原法。 若是太难获取, 那得到传承的人只可能是一个顶尖的强者, 对他们的传承就没有那么重视了, 这些传承性质的东西 本身就是针对不太强的后人而设的。 只可惜, 思思不是迟迟。 思思见他沉默, 再度叹了口气, 我们不知道剑奴会是个什么考验, 或许并不是击败。 总之, 我不是学剑的, 要通过这种考验基本没有可能。 更别提还不敢杀剑奴, 生怕触怒皇陵, 岂非无解, 只能靠偷。 当我知道唐姐姐要进来的时候, 我就知道有办法了, 唐姐姐太强大了, 不仅可以砥柱剑奴, 绝对还能做到分寸, 不轻易击杀, 简直完美无缺。 于是我潜入此地, 提前布置了一些东西。 照常和冷冷道, 你可以直接商量。 思思笑笑, 我相信如果是依靠你的力量, 可能你会愿意帮这个忙, 甚至不会和我抢剑印。 但这摩斯是工价士, 建议传承对大厦也很有价值, 唐姐姐是不会啃的, 我既要借她之力, 这事就已经无解, 只能做这么个小人, 事实上我从来就是个没脸没皮的小妖女, 不是吗? 照常和冷冷不达, 你恨我骂我, 将来要打我杀我, 我不怪你。 但是照常和, 从你认识我开始, 我就是为了这些东西来的, 思思悠悠道, 你的故事很好听, 我也说说我的故事给你听, 你是不是很早就想听。 照常和道, 你说, 段玉是我, 却也不是, 他是不想学武才离家出走, 而我并非不想学族中五谷之术, 恰恰相反, 我是族中同辈学的最优秀的一个。 但那又如何呢? 坐井观天, 顾不自封, 近地来人, 举足称臣。 他们还很高兴, 说能得到远古的神灵传承, 但我跪在人群之中, 只觉得耻辱。 照常和唐婉庄对视一眼, 都没说话。 这话的信息量有点大, 对于唐婉庄来说, 似乎更有值得分析的东西。 神州仍不知我们的存在, 我们却很早就发现了通往神州的入口, 偶尔也会出来采买, 只不过我族中人少, 强者也未必强于神州, 族中严令在外不得使用族中之术, 以免泄露宗迹, 没事找事。 主要是他们也觉得神州武学也属初心之学, 没什么借鉴价值, 不如祖宗之法, 但我觉得不该如此。 我认为神州之武再怎么初心也已成百花齐放之势, 总比顾不自封的好。 何况是否有借鉴价值, 首先你得先深入了解, 而不是自高自大去凭印象。 他们说我这是不敬祖先, 看不起祖宗之学。 思思奄然一笑, 我说是啊, 称臣为奴的祖宗之学, 很了不起吗? 赵长河 我和他们大吵了一架, 最后相约, 我强行要去神州, 可以, 但一则不许泄露祖宗之事, 也禁止使用祖宗之术, 二则若不能带回真能让大家改变想法的武学, 那就永远不要回来了, 取消一切继承资格。 赵长河终于道, 所以你出来之后, 不惜拜道贼为师, 与吟僧为武, 做低贱丫鬟, 为了不露自己修行根底, 宁愿被我压着下跪。 小女子能屈能伸吗? 为了以后不跪, 装那么一两次又有什么呢? 反正在你眼里下跪的是 年花天女, 又不是我像丝蒙。 丝丝奄然道, 还有亲嘴肚气, 我相信你身上必有秘密, 对我足价值无穷的秘密, 可惜呀, 那时候我还是蠢得被誓言限制, 没使用乌骨之法, 否则早就掏出来了, 何必白白地亲你, 到了现在都被老爷认为放浪。 赵长河叹了口气, 还在说这个, 哼哼, 思思没声道, 放浪就放浪吧, 我也没学过你们的礼法, 我自己的嘴巴, 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吃亏是我自己的事, 用得着别人说三道四, 不过现在觉得对象是老爷的话, 好像不算很亏。 唐婉庄一直没有插话, 直到此刻才到, 你把剑印带回去, 就算达成了你的需求, 那也是上个纪元的武学, 不是神州武学。 思思泽泽泽两声, 手作大人也如此一根筋, 学武只是为了学武吗, 我求神州武学, 为的是寻找不再称臣为奴的路径, 而建议已经可以达成这一点, 甚至还有后续更深的传承希望, 还为什么非要继续学百家武学? 唐婉庄 思思续道, 再说了, 此物证明了广大神州才有无尽的遗迹, 无穷的变数, 推演不完的发展, 那区区一山之地, 则只能永远死水一潭。 我要证明的东西已经足够, 必能带动祖中之变, 而不是真为了来做揪魔制的。 说到这里, 在读玩耳, 可能我学了演戏, 太能带入了, 老爷讲个故事, 结果我总觉得谁都是我, 气得老爷想揍我, 其实至少还有一个重要人物我没带入过, 现在做一次也无妨, 算我的赔罪了。 照常和心中泛起不祥的预感, 你又要演谁? 思思奄然笑道, 把段玉和木碗清关在牢里下春药的段延庆, 我就是个大恶人呀。 不知何时, 粉色的烟雾散进了通道, 随着话音, 越来越浓, 蠢动人心的燥热瞬间在心底蔓延。 烟雾之外, 丝丝的叹息声渐渐远去, 知道我为什么要提前引发震感吗? 我怕继续和你玩玩闹闹, 就再也提不起坏心了。 好喜欢听你讲故事, 可惜下次相见, 你不知会不会一掌打在我胸前。